东京奥运会之后,女排一直在自我调整中,但近日,中国女排再次传来重大唏嘘,之前一直争议很大的主教练人选,在最近出现反转,并且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有望带领中国女排一雪前去,到底谁能上战呢? 大家好,这里是体育新名册,当你看见体坛大事件,东京奥运会之后,蓝萍和中国女排的合同就会到夕了,在合同结束后,蓝萍去约的可能性不大,同时,在东京奥运会赛后,蓝萍教练韩磊向球迷致见,并夺此暗示自己即将告别中国女排主帅位置,而在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最后一战结束后,蓝萍则韩磊与所有女排队员拥抱之意,定在赛后采访中,表示 过去的八年很美好,当她自己是时候回归家庭了,而到了此时此刻,有关蓝萍告别,中国女排的事情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,所以中国女排缺少主教练,谁能带领中国女排,此前围绕蓝萍接班人的话题也不但升级发酵,王宝权,陈忠和,赖亚文,安家杰等目标也都被传出来,赖亚文的呼声再次前提高,1989年,就要进入中国女排的赖亚文,是中国女排著名的高塔复光, 在她长达近十年的国家队生涯中,不仅一直稳坐国家队的主力,而且她还是当年郎平第一次出山拯救女排时的队长,在2001年,中国女排重组,刚刚退役的赖亚文,出任陈忠和的主教,比赛经验丰富,又善于做队员思想工作的她,成为了球队里的大姐,随着中国女排夺得2003年世界杯,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冠军, 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,在雅典对峙俄罗斯女排的决赛时,在关键时刻,赖亚文阻止了沉重和暂停,为了防止打断中国球员节奏,最终对比赛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所以许多球迷都觉得,赖亚文很适合接任郎平,当时网友在其他人身上又逐多猜测,几乎所有人都觉得,郎平教练大概率一定会退休了, 而近日,女排却传来重大喜讯,主教练人选会将出现反转,到底是什么呢?据了解,在奥运会后,郎平曾接受专访,并且在专访中提及有关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话题,在郎道备问及如何和女排姑娘们进行告别时,要不要举行告别仪式之类,郎平直言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并表示,万一你一天又回来的呢?搞那么多仪式干嘛?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老说不准的人,而关于自己要去学校正教仪式,郎平子直接表示, 自己并不知情,对于达任中国女排主帅的感受,郎平表示,当中国女排的主帅会上演,见证中国女排的成长很有成就感,郎平的这几条回答,瞬间让中国球迷主教练位置人选增加了一余,此前,郎平就曾先后两次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,在2016年,率领中国女排登顶奥运冠军后,在当时就一度传出郎平即将卸任的消息,但是郎平最终还是依旧继续执教,通过过往经历和此次财业法, 可以引证,郎平的确是一个喜欢变卦的铁狼头,尽管郎平指导在东京接受采访时,明确地表示自己该好好休息了,国内还有很多年轻优秀的教练,可以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前进,国家队主教练的更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相关的很多部门都要经过隐秘的考虑, 虽然本次国家队没有完成既定任务,但不代表郎平指导将会换掉,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周期只有三年,而目前,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,基本全都是由郎平教练挖掘出来的,加上大部分球员正处于上升期和当打之年,报应全国很难找到,以郎平更了解这群球员的教练员,不管怎样, 现如今只是一些猜测,担不担任主教练,这一期还要尊崇郎平的个人意愿,但不管怎么样,尽快确定主帅的人选,对中国女排整支队伍的发展都非常有好处,最起码到2024年奥运会还有三年的围定期,如果郎平能够继续绝教,巴黎奥运会女排定能一学前去,郎平对中国女排的成就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,郎平在2013年重新绝教中国女排主教练,在短短几年时间里,他在中国女排, 从伦敦奥运周期的灰暗之后,带着女排重新回到巅峰,2015年,中国女排在日本女排世界杯上夺冠,让这位创造的女排精神的王者重回世界之巅,2015年,对郎平的意义重大,他在团体成绩方面,郎平带领朱婷,张川年等一批新的年轻人,夺得世界杯和亚锦赛两项冠军,一年后,他们重新进入世界之巅,直奔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,在里约奥运会周期, 郎平第二次出身,带领中国女排打出了档起回场的一次夺冠经历,虽然小组赛输给了荷兰,萨尔维亚和美国,但最终还是一小组第四名出现,没有重复悉尼奥运之商,并且处理反弹,连上巴西,荷兰,萨尔维亚,夺得了奥运会第三枚女排金牌,除此之外,跟着打造的一支难以被战胜的中国女排, 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排长期占领世界第一宝座,跟着拥有朱庭这样的世界巨星,可以说是所向披靡,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排,是中国女排的第三个巅峰, 从这些可以看出,郎平确实把中国女排带领的很好,他为了女排做出了很多贡献,正是因为郎平的伟大,才成就了中国女排的伟大,郎平对女排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,如果他能继续带领中国女排,中国女排一定能够再次回到世界之巅,巴黎奥运会就有望一学前去,女排的精神是打不倒的,巴黎奥运会毕竟带着希望重新起航,不管他以后继不继续担任女排主帅, 他都是中国女排的功臣,时间是最好的验证人,希望中国女排努力训练,在巴黎奥运会一学前去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点赞关注加转发,我们下期再见。